今天的主題就是不要白佔地土 譬如說這棵樹種在這裏 本來想去結果子 怎知道它就霸了這棵地 霸了這棵地 但它一直都不結果子的時候 它就白佔地土 佔了地 但是沒有用的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其實都有作用的 都有我們的神在生命中的計劃 我們只要聽神的話 一步一步是一定可以發揮生命 因為有些人經常都說 哎呀 我有很多問題 我的問題還沒搞定 原來我不可以給神去用 其實不是一定要好 整個生命都提升了才給神用的 就算在我們開始的時候 信主已經開始可以給神用的 任何地方我們去祝福人 關心人 為人討告 已經是給神用的了 所以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就不要白佔地土 我們怎樣發揮給神用 第一就是我們要明白一個真理 就是神再造我們 就是將我們重生 重生之後將我們做過一次 就是為了叫我們行善 我們買東西 有目的 你買衣服是用來穿的 不是用來掛的 是不是 雖然有些人有錢過頭 買了幾百件衣服 有些都沒有穿過也未定 不過普通人我們都是買衣服要來穿 你買手機要來做什麼 要來打電話 如果手機不打 都打不到電話的 那你當然是退貨 那件衣服你買回來 一穿穿了 一穿上身已經會脫掉了 那你現在拿回去問他 為何你弄了這件衣服 你和我弄好 那就是說 每一件事做出來都有一個目的 神救我們有一個目的 第一就是我們享受神的愛 神喜歡我們享受他的愛 給他的愛融化 生命給神改變 然後跟著我們就去幫助人 去救人 就是我們自己救了 我們就享受神 享受神才有力的 然後我們就去幫助其他的人 去祝福其他人 這個是《以忽所書》第八節 我曾經以前講過原文是藉著信 就不要讀藉著信 是藉著信一起讀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藉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知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慈花 我們如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唯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理叫我們行的 這個經文很清楚講到關於救恩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來自恩典的藉著信 原文是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這只是個方法 因典和信不是並行的 那是甚麼意思呢 譬如有一個人救你 救你的命 那你說 多謝這個救命恩人救我的命 但我們不會說 他救我的時候拿著我 我又肯抓住他的手 我們不會誇要我捉住他的手 譬如有一個人掉下水 有人救你 我們不會誇要我捉住他的手 捉住他的手就是信 我們誇要他救我 是嗎 信就是我捉住耶穌救我 我就拿著他的手 就是我沒有信靠 所以這個翻譯是錯誤的 是本乎因來自身 神不過藉著信這個方法 這個不是出於自己 不是靠我們自己 是神賜的禮物 不是我們自己救好 也不是出於行為 不是我們要多好 一些人說 哎呀我沒有救好 我沒有救好人 我還有很多不好 就是耶穌來救罪人 也就是耶穌一步步改變我們 就免得人自誇 因為他不是靠行為的 我們完善他的工作 即是制成品的意思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那麼這個制成品用什麼呢 就是行善 即是神做我們呢 目的就是行善 而做什麼善事呢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因為世人所說的事 跟我們所說的有分別的 世人說的事 只是說到一些善行 有時候都不計較他的內心的 譬如有些人 有些慈善奶妹 他那個捐多少錢 這樣就會出名一點 有些人就說有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行善的意思 就不只是捐錢 而是能夠真心去幫助人 奉獻都是其中一個行善 我們真的會幫人 去關心人 去建立他的生命 去提升他的生命 去提升人去侍奉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都一定可以做到的 那麼第一樣做到什麼呢 就是有喜樂平安 生命周圍的人都不同了 開心了 那麼這個就是 已經是有這種生命出來 那麼我們一起讀一讀 神的屬性是怎樣 神的本性是樂以行善 神叫我們能 神做我們能 叫我們行善 我們完成神 計劃去行善 神的救恩計劃是什麼呢 就是 首先神的本性是樂以行善 他經常都想祝福人 他見親人想幫的了 而神做我們 將我們造作出來 就叫我們能夠行善 就是祂本身行善的性 祂做了人出來 就是重生的人 祂就賜給祂一個行善的心態 祂能夠改造我們 變成有神的性格 你越親近神 那個人越有神的性格 越有這種愛人的心 想救人的心 那麼我自己呢 在我一信耶穌 神又給我這個意義 那麼多人全世界 人們都不知道神是真 我要去告訴祂 我就周圍的人都跟祂說 然後當我經歷聖靈 我又去周圍告訴人 並且看到可以 今生人生命 我就四位 全世界都去 就是神真的會開路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神在我們裡面 大家沒有一種動力 你得救之後 都想人得救 這就是神做我們的生命 的一種屬性 於是我們的回應是什麼呢 我就完成神的計劃去行善 這就是神救恩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 祂將我們改造 然後我們去祝福人 祂救了我們就改造 另外這就是講到聖經是什麼 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 約翰歡欣三章十六節 大家認識了 這是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 另外我們又講過西花雅書三章十七節 他因我們歡欣喜樂麥而愛 我們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西花雅書三十七節 我們記聖經那些經節 都可以這樣的方法記 一起讀一下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窄 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意完全 預備行各人的善事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這個默示意思是啟示的意思 神感動人寫出來的 為什麼有什麼證據 證明是神所啟示 因為它裡面有客觀的證據 它有客觀和經歷性的證據 有預言、有考古學、有科學的證據 在聖經裡面所講的合乎科學 而且它預言將來的事 是很清楚、很準確的 我之前也有講到 講過一些聖經的預言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回一些 我所講的證據的講到 證明它是真神的說話 聖經所講是經歷到的 怎樣呢? 它說有喜樂平安 我們真的有喜樂平安 聖經會跟我們講說話 真的會講說話 真的奉耶穌命可以趕鬼 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是真是我們經歷到的 所以是可以走出來的 但是有些人所寫的書 未必走到的 但是神所講的 是能有超自然的令會走出來的 它有什麼作用呢? 它會教訓我們 教導我們 督責 去指責我們 然後使我們歸正走回正路 然後教導我們學什麼 走什麼義 這個就是基督徒 它會教我們真理 它會指責我們的罪 叫我們回回正路 又教我們在正路走什麼 都是有益的 都是對我們有幫助 聖經有很多好的應許 我們祝神聖經應許 人就要穩定了 譬如我經常都親近神 享受神 因為我知道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神是可以享受的 那我就祝神這些應許 這樣就叫屬神的人 得以完全 就是能夠全面性各方面去發揮 當然我們不像神那麼完全 但是會漸趨完全 越來越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都是講到就是行各樣的善事 就先講到也是神預備我們 叫我們行的 或者叫我們行善 這裡就講到 預備行各人的善事 我們一起讀一讀神的屬性 神是完美的 神的話能叫人完全 能全面行善 我們被聖經更生去行善 這裡講到神的說話是怎樣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是完美 所以祂能夠叫我們完全 祂是完美的 即是我們看什麼經文 看到這裡是完美的 就是神就是完美的 總之看到什麼是正面的 我們就是神也有這個屬性 就是神是完美的 還有祂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神能夠預備 祂能夠叫人完全 能夠全面性的行善 祂是完全 祂亦都叫我們完全 能夠預備我們行善 所以我們就學習 被聖經更生的行善 之後這兩個經文 看到原來神的心 就是使用我們 祝福我們 更生我們 為了行神的路 即是神救我們 就是為了我們 能夠行道出來 這就是神的話語的作用 好了 跟著就償在主裡面 有結果字 怎樣結果字呢 就好像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 按時有結果字 就是償在神的同在 神的話語之中 神經說 有人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知字 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字 因為你我們 就不能做什麼 做什麼 即是神在耶穌裡面 親近耶穌有神的話語 耶穌有神在祂裡面 祂就會自然就結果字 在神裡面 我發覺每一次我親近神 都會有不同的工作 有時呢 神就會把那些重担釋放了 將人越來越輕省 哈利路呀 那就是神的喜愛就湧流 我是很享受神 還有呢 神就會教導我 提醒我很多東西 在神在我裡面 我們就會結果子 我生命就在他裡面 就會改變 那麼他就會多結果子 那就是說 原來 原來很自然的 有神同在就可以了 不是 強行做出來的 但我們刻意去做 因為我們刻意 神感動我 我就刻意去做 但這個是神產生的 因為利了耶穌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沒有一個人 能夠做得到的 神是怎樣 我一起讀 主裡面有美善和能力 神要親近他的人 多結果子 親近神 被神更生 這裡我們講到這個 黃色底的藍色字 這些就是講到神的屬性 為什麼要知道神的屬性 就是讓我們更加歡喜神 欣賞神 神裡面是充滿美善和能力 所以你黏在他裡 我們就變成美善有能力 美善就是聖情 能力就是 他做事的能力 他改變人的能力 醫治的能力 他裡面又充滿美善 又充滿能力 那些親近他的人 就會結果子 所以我們多親近神 就會被神更生改變 我們越親近他 就會改變 這裡就講到神的同在 就可以叫我們改變 所以親近神 是一件非常寶貴的事 就是神是這麼美善的 我們先講的經文 就是講到神的救恩 救了我們 我們就會結果子 神的救恩救我們 叫我們結果子 第二就是聖經 又叫我們結果子 又去祝福人 然後神的同在 又叫我們結果子 而我們親近神 之前我都講過 這三種祈禱 是我們可以時時用的 是很有幫助 我自己經常用 真的時時得力 三種祈禱 我們一起讀 恩典的討告 敬拜的討告 互動的討告 恩典的討告 就是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書告神的愛 神陪著我 神在祝福我 神接吻我 是聖經說了 聖經說了 祂是這樣的 經常陪著我們 經常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耶穌現在陪著我 這個不是驕傲 因為聖經說了 我相信神和我一起 其實這樣已經是祈禱 相信聖經的說話 有些人說 我不懂得如何親近神 你就是 神現在在同在一起 神現在在祝福我 就會加添我們的信心 然後聖經是怎樣 一起讀 感謝 敬拜 愛慕 喜悅 緊靠我 需要神 我又多謝神 又敬拜祂 又愛祂 愛祂 愛慕祂 很想有祂 又喜歡祂 緊靠祂和需要神 如果你上班 你可以喜悅 一邊喜歡神 一邊做事 好像有個人戀愛 他正在上班 都可以戀愛 如果一個人初戀 他在上班 他都在笑 他一直想起 他的情人 他會 即是甚麼事 他在做甚麼事 都好 他都會一直想著 我們同樣可以 跟神都有這種關係 是可以 時時刻想到 他這麼好 那我們就得力 時時都感激他 讚美他 其實是不難做的 第三 互動的討告一齊讀 一邊討告一邊信神 起願我們討告 神在祝福 就是我們一親認神 神就喜歡了 我一悔改 神就歡喜了 我走神的路 我尊重神 神就歡喜了 即是做出甚麼 神都歡喜了 這令我有信心 我走神的路 我尊重神 神就歡喜了 我不給人影響 神就歡喜了 我放下人負面的思想 神就歡喜了 這三種討告 是加力的討告 我們經常這樣討告 人會經常歡喜快樂 經常有力量 如果經常數人的不好 就沒有力量 經常想我很慘 又沒有力量 想著我負責的人 他們又不聽話 又好沒有力量 但我們想著神幫我 我就有力量去面對一切的困難 這就是神的同在 但很多教徒是不懂得這件事 這可以再教大一點 很多人不懂得這件事 喂喂喂喂 你是否正在教對那個 這個有一條線 是這個對的 因為很多人祈禱 他不懂得如何得力 他只是求神 求你快點把困難拿走 為何神都不拿走 神不夠愛我 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我們不是計神那些問題的解決 我們是親近神的時候 相信我們無論怎樣都好 有沒有經歷 神都在幫著我 而且當我們經歷到 神就是在愛我 我們就隨時得力 我希望我們個個都能夠 隨時得力 好了 有些甚麼果子呢 就包括生命的果子 和是夢的果子 生命果子是甚麼 我們一起讀 愛心喜樂平安愛神 是夢的果子是甚麼 歡迎人 代討 關愛人 幫助人 傳福音 建立靈命 即是說生命就是生命的質素 當有耶穌的時候 我有愛心在他心中 有開心 有平安 又會有愛神的心 這個就是生命 這些已經是果子來的 所以如果你信靠耶穌 真是耶穌 已經有這種愛心 已經有開心 就已經有果子了 不是一定要等到我們做事 但有這種愛心的自然 你會做事 見到人 你會歡迎他 會為他討告 會關心人 愛人 幫助人 傳福音和建立靈命 即是其實任何事 你做到 是榮耀神的 都是服事實 不用限制是哪一種 你未做到 傳福音 未見到建立靈命 你對人好 已經是開始做著 但當然我們開始就去想 問一下神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人 即是說 讓我們知道 原來最重要是生命 有生命才能做到事 如果生命不好 很煩惱 生命就需要調教 譬如生命有時候都 哎呀很煩啊 不開心啊 失眠啊 激氣怒吵 這樣的時候 生命要調教 找出問題在哪裡 處理了 好了 結果子是不難的 很多人就說 哎呀很難啊 神這麼高的程度 怎樣做到呢 我寫出來很簡單 直落的一起讀一下 犯了罪 求主赦免 神就喜悅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做得不夠好 求主赦免 祂就喜悅了 然後呢 真心討告 神就喜悅 我一祈禱 神就喜歡了 神是親近我了 然後呢 真心愛主 神就喜悅 很簡單 總之我愛 我愛得不夠多 我愛耶穌 耶穌很緊要 我感謝耶穌 我歡喜他 這樣神就喜悅了 很容易 吸少子一杯涼水 神就喜悅了 你做不得多 做得少 神都喜悅了 如果這樣看 聖經很明顯告訴我們 耶穌是容易討喜悅的 但人因為律法之下活著 所以人經常都說 你還有很多未做 祂會計算我們未做的 但在神裡面 神都看到我們未做 不過你求主赦免 就全部赦免了 然後我們開始做任何的神都歡喜 這件事是將我們的重擔 拿走的 因為很多基督徒說 我未夠好 未夠乖 未夠聽話 還是有罪 我不行 這樣就很慘 做基督徒比 不是信耶穌圓 如果只有律法 做基督徒很慘 為什麼呢 自己不開心 都要去喜樂 自己有重擔 都要放下重擔 明明沒有人愛自己 又要愛人 人家對我不好 又要遙恕人 如果只是做 明明不夠錢 又要奉獻 這樣的時候 要做是很慘的 但當我們說 我奉獻神又歡喜 神又祝福我 我遙恕人的時候 神又赦免我 神又喜悅我 我做什麼 神都歡喜 希望大家 時常記念 記殺這件事 一起讀 討神喜悅 事不難的 這樣我們就會說 親近神是容易的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就講警告 因為我們先講了幾件事 就是講到 我們得救 就叫我們能夠 別果子 我們先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 神做我們 就叫我們行善 第二就是 常常在神裡面 怎樣得到方法呢 在神裡面 就有結果子 然後 果子包括 生命 和事奉 結果子不難的 又講到 這個警告 不結果子 有今生 和來生的警告 第一 一點就是 未到末日 就要面對神的審判 有些人說 我到末日 那末日之前 我悔過就行 有些人真的這樣說 我臨死之前 我就悔過就行 這個經文呢 是和合本 翻譯得不準確的 這個是新譯本 我們一起讀 信子的 又永生 不信子的 不信從主的 必不得 見永生 神的震怒卻常 在他身上 和合本是怎樣 一起讀呢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上永生 神的震怒常 又他身上下 這兩個字 一個是信 第二個是信從 在原文是兩個字來的 但是和合本翻譯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主 不信耶稣 他就得不到永生 他是把其中一部分的意思 拿走了 因為那個字不同 初頭的信那個字 這個是有包括信從的意思 就是說 不是說不信 有些人說 你信耶稣就可以了 你信耶稣就得救 因為這個神學 令到他這個翻譯 是不得齊全 其實那個原文意思就是 你信耶稣好 你沒有信從 就必得見永生 你信耶稣 但是你沒有信從 有些人說信耶稣 但是他不是真信的 他心裡面有很多怨恨 又不搖書 又不肯聽話的時候 他就沒有 和神有生命的時候 他是不能夠見永生 而有什麼後果呢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不是將來 而是今日 就是多一個人 他信耶稣 但是他沒有活在神裡面 神的震怒依然在他身上 這一點 其實英文聖經都有 有些翻譯 就說出這個 例如這個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說 He who believes in the Son as eternal life He who does not obey 那方是Obey 但是有些 英文聖經都是寫 Does not believe 因為神學上 會覺得是信 不信耶稣 但其實不只是不信的 信了但沒有信從 都是可以有神的震怒 神的震怒可以是管教 又可以是懲罰 不過是好的 因為警告這個人 去提醒他悔改 但是有些人不聽話的時候 他可以面對神的審判 好了 不是在神的震怒 和在神的震怒 怎樣可以有 就是什麼的人 下面的經文 就是我們所讀過的經文 怎樣怎樣 什麼的人就有永生呢 什麼人就在神的震怒之下呢 一提到 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赦免拯救 多親近神 遵從神 這樣就得了 其實不是難得很厲害 我真心認罪 我有罪 我又信靠耶穌 信耶穌信什麼呢 信耶穌赦免拯救 洗去我的罪 然後救我的靈魂 然後我又親近神 親近神其實是得力的 很多人親近神 就覺得是一種責任 我已經沒有時間 信耶穌還要有祈禱 又看聖經 哇 還要多了一些責任 那祈禱的責任 但如果說 我一祈禱 就有喜樂 有力量 那就很不同的心態 所以我們對親近神的心態 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就尊重神 神吩咐我做什麼 我就尊重神了 那什麼人在神的震怒 這裡你不要讀了 這些不好做的事情 輕看神 神感動都不管 輕看神 消滅聖靈感動 他推我不要 不肯悔改 乾硬的心靈 和不結果子 這些人就在震怒之下 這個經文其實 都是幾嚴重的警告 因為有些人說 雖然耶穌但他沒有生命的果子的時候 沒有侍奉的果子的時候 他不是得救 或者在神的震怒之下 都是神有恩典的 神是想救他 不過他是不是活在 他是在神的震怒之下 他可以得著一個 就是很不好的效果 露家福音十三章 第一節開始 都幾嚴重的警告 我們這次就看這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下 正當那時 有人將彼拉多 使加利利人的血 參集在他們 他們濟民中的事 告訴耶穌 耶穌說 你們以為 這些加利利人 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這罕嗎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我先解釋這個經文 因為彼拉多殺了那些人 將他的血 參集在他的祭物 即是將那些人 殺了 在他的血祭的時候 殺了他 以至他的血 會在他的祭物上面 耶穌說 你以為這些加利利人 更加有罪 給普通人 所以受這個害 即是他們受這個 迫白 但是他告訴你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是這樣滅亡的 這個我們看到什麼 一起讀一下 神拯救人 和審判人 神可以在今生審判 不悔改的人 我每人都悔改 就是神是救人 祂是審判的 祂是審判的 祂審判 因為你都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即是 當時來說 是一種的審判 都可以有其他人 一樣可以這樣滅亡 即是說 其實人的生命 是沒有擔保的 當有些天災還往的時候 都可以是神的一些 對人的警告 和提醒 亦都是一個審判 可以是一個審判 提醒我們 神是可以 因為神的震怒上 有他們身上 你說有些是信耶穌 信靠耶穌 但他信靠耶穌 那些他就得永生 他離世他得永生 神都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時間 好了 可以在今世和審判 神可以再今世 不是只等到將來 所以我們每天都悔改 即是人可以 失去神次的機會 可以 不是一定 不是每一個都活到八十歲 九十歲 有些可以在年輕的時候 他面對他的審判 有時人就是他犯的罪 我以前曾經在團契 有一個年輕人 有三兄弟 他們本來是回教會 但後來他們就沒有回 有一件事 後來是令到他們很生氣 有一個兒子 他就喝酒喝得很厲害 他就把整瓶酒喝光 又第二天 早上他的家人發現他已經死了 是我們團契的人 十幾歲 那這件事是哪裏來的 為何會這樣發生呢 一部分是他周圍的人做不好的 第二他自己的怒氣 他沒有親近神 以至於他發怒發怒 他就喝酒 他以為他覺得人衰 所以我要發洩 麻醉自己 但結果是 這個神的審判可以臨到他身上 我也希望他在 離開世界之前 神給他機會 在那陣會悔改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希望在天堂見到他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我希望他真的 他不是永遠滅亡的人 好了 這個第十三章 第一至三節 接著第四節 又有另一件事 前西羅亞樓倒塌了 壓死十八個人 你們以為那些人 被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嗎 我告訴你們 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滅亡 從前 在西羅亞 即是有間樓 以前崩了樓 就摘死了十八個人 我們今天都有這樣的事 即有時樓崩了 是不是這些人更有罪呢 這裏耶穌就說 你們不是的 你們如果不悔改 都是要這樣滅亡 即是說原來 任何人都是 然後接著六節開始 耶穌就有另一個警告 一起讀 於是用比喻說 有一個人 有一火無花果樹 災在葡萄園裡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 找不著 就對管源的說 看啊我這三年來到 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 找找不著 把他砍了罷 何必百戰地土呢 管源的說 主啊 今年且留著 等我周圍挖開土 加上睡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 不然再排他砍了 那這個耶穌就 跟著就用了一個比喻 即是講完這個 美拉多殺 殺了那些人 然後跟著 西羅亞嵐柳 然後這裏就講到 用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到底是講樹 還是講人呢 有相問 他是講人 他不是講樹 他不是說你種樹 他不是說你種樹 那種樹不生 那我就把他砍了 因為相問是講人 所以這裏都是講人的 他說有一個人 他有一棵 無花果樹 就栽在葡萄園 葡萄園 是很漂亮 很好的園地 很肥沃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那才能夠生到葡萄 因為他們有很多汁 有很多汁 那裡是很肥沃的 那去找果子 都找不到 找不到 這裏神 都有正面的 這裏 在這裏 有什麽是神的作為 其實我們找那些字 有時候找到的 災字 就是找到的 他災 就是種的 他種 還有神是有能力 叫他結果子 一起讀 神能叫人結果子 神尋找人生命中的果子 我們得救 為了結果子 就是神能夠叫人結果子 就是他災一棵樹 他能夠叫他結果子 他會找 這個是律法 這是律法 就是神的屬性 有因典和律法 他就會找一下 你生命有沒有果子 看一下 你裡面有沒有 因爲神而喜樂 這些喜樂 不包括你唱K的時候 那些開心的 那些就不是神的喜樂 或者你有些做的事是好事 但不是因爲耶穌的緣故 那些是計算在內的 但你因爲愛耶穌而做的 那些就計算在內 那些是果子 他找就找不到 即是他會找的 所以我們得救 都為了叫我們結果子 就是這棵樹 是要結果子的 他就對那個管員那個說 就是有個主人 又交給那個管員那個 如果這樣看上來 應該就是管員那個 就是耶穌 即是這個主人 就是天父 他說 我三年來到這個無花果樹 找果子就找不到 那不如將它斬了 去河邊白摺地土 硬了這個地 這個地方種第二棵樹 第二棵樹會生的 這棵樹 等一下都不生果子 不如斬了它 我們如果 譬如有人做生意 這棵生意一直蝕本 那當然是不做這個生意 就執了它 就做第二個生意 第二個生意 可以賺錢 人都會這樣做 那當然 這裏所說的這個比喻 不是神 就是整天在那裡看 看看誰要斬 神不是這樣的 不過當一個人 始終都是整天在那裡 好苦啊 好慘啊 好辛苦啊 我都沒有喜樂 我整天都很煩啊 我真的沒有力了 他又不親近神 又沒有力 整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神是會 他的機會不是永久的 神可以有一天 拿回他的機會 那他找了三年 三年都沒有果子 那他就說 不如斬了它 但是管員的就說 那你說 好像天父 好像嚴迷 這是一個比喻來的 其實這是一個比喻來的 不是說 天父是嚴禮過耶穌的 天父一樣是慈愛的 這是一個比喻 那管員的就說 主啊 你留回他 讓我挖開土 加上睡 那這個因典了 是不是 讓我挖開它 又加些睡 加些肥料下去 那結果子就好 那就是說 可以叫他結果子 否則就把他斬掉 就是一樣有審判的 到最後 一起讀 神建立人去結果子 神的審判 可以在今世臨到人 我會馬上開始結果子 神建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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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挖開土 加上肥料 那他可以結改子 而今世可以審判臨到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馬上 不要等到第二天 不要等到退休之後 而是現在 我們馬上開始 那也有個背後意思 就是可以失去神給的機會 是可以失去的 所以這個經文 希望大家記得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你回去看這個經文 為什麼那些人不肯結果子呢 有什麼原因呢 這些常見 太多煩惱 我很多煩惱 我沒有空理這些事情 我心很不開心 我沒有時間 沒有力量 這個原因 靈命軟弱 因為沒有親近神 沒有什麼力量 結果子 我做不到 我想做 但我做不到 太多人 我又要臭兒子 其實臭兒子 都可以一直愛耶穌 一路臭兒子 都可以帶他去耶穌 我試過見過 那時候有個教友 真的很好 那個兒子小小 很小 還是手套 吃東西 喝奶 他都教他祈禱 他明不明白 他不知道 或者他明不明白 他都教他 祈禱多謝天父 小小就已經開始教他 幾個月就開始教他 這個就是 為奶之前 我多謝天父 我跟他拿著手 這樣做教他祈禱 小小就已經開始教他 也都我同時又見到有些父母 父母和兒子一起玩遊戲 父母玩日大遊戲 小孩玩個小遊戲 在家就經常玩遊戲 他的教養 我也都試過去過一間教會 去參加一個教會 在某處地方 就是聖靈充滿 這個教會 很多人都被改變 全世界都被改變 不過我去那個教育家 真的不是那麼好的榜樣 他都很好 在一次聖會 我認識他 他又說 我可以給你一個地方睡 我多謝他 我去了他那裡睡 但我發現我幾天跟他在一起 每天都 家裡都沒有祈禱 小朋友起床 就開始玩遊戲 他又玩了一份 個個就在那裡玩遊戲 回教堂 他們又回到聖會 他們又覺得是一種好的東西 舒服的東西 但他們沒有這種心 如何栽培 我就跟他們一齊 我說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 看聖經吧 他們沒有這種習慣 有時責任 有時就是他認為的娛樂 有些人等我先有空 我現在有很多事情做 我現在有太多事情做 我沒有空做 但我們做甚麼都可以親人神 你一直在做事 都可以一路 多謝天父 可以的 你可以播詩歌 你回到家 你就可以播詩歌 去讚美神 還有其實最主要原因 就是興漢神 就是覺得不要緊的 唉 不用那麼虔誠 因為我禮拜日上教堂 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一些人的藉口 希望大家就不要說 我太多煩惱 我好軟弱 我不行的 不要等到自己強 甚麼時候都可以開始結果子 即是這個經文提升我們 你有甚麼狀況 我們都可以結果子 譬如曾經 有人說 天大利會不會沉 因為為甚麼呢 它有16個防水的間隔 即是這裏這樣一格格 16個防水的間隔 有6個破壞 它撞船有6個破壞了 原來它4個撞爛 它都會不沉船 不過撞了 撞爛了6個 它就以為可以 即是這個船是不會沉的 所以有人說 神都不能沉 但神就讓它知道一下 即是這個都是一個警告 神可以叫人知道 即是很嚴重 鐵達利號其實呢 背後呢 Titanic 背後是甚麼呢 Titan Titan 就是希臘神話裏面的 一班巨人的神 即是一班巨人的神 後來它被另外一班巨人的神取代了 不過總之就是一班巨人的神 它就用這個名 它第二次船就叫Olympian 我忘記了 Olympian 即是Olympia 原來在希臘 第一批神就是Titanic Titan 第二批就是Olympians 它用這兩個名字起船 第一隻就是Titan Titanic 就說它很大力 很有能力 不死得的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宗教背景的背後 但這個呢 就是一個不是耶穌的宗教 所以做鐵達利號的人 是從希臘神話裏面 拿這個名字出來的 即是他們覺得我可以靠自己可以見的 我們中國人認識的李小龍 真的把功夫這個名字傳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認識 它是第一個 即是這麼出名的 影響 即是它並且它說它自己無敵 在圖畫裏面 有時候人說 有時候它說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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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紀錄無敵 這樣 還有呢 它死亡 死亡遊戲 但是呢 它無敵和死亡遊戲 但是這些是招致神的憤怒 所以我們在神面前 即是不要說我自己可以 我們是 真是倚靠神 在神的面前 我們不要等到將來才結果 現在你就有很多問題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有很多問題 需要處理 你就開始什麼果子呢 親近神 有喜樂也有喜樂極安 有些人搞我們 我們就盡量放手 盡量放手已經是可以的 為什麼 什麼叫可以呢 因為 因為我們要放手這麼多垃圾 是一定有個開始的嘛 你不會一做 全部都放手的嘛 那你開始 放手的就可以了 即是開始第一步了嘛 那你跟著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下去了嘛 即是就不是說 我一下子全部放了 你做不到的 我們放手第一步 第一步放手 我就第二步放手 這個就是進步了 總之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開始去做 就不用說期望我自己做到完美 做到完美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不到 在許初的時候我們軟弱 我們就是耶穌說 我需要你幫我 就是這樣 我需要你幫我 你又幫到我 有信心 加上信心 神會幫我 神會做什麼 神會喜悅的 經常都跟神有回應 求神給我力量 我一求神就給我了 我一做神就歡喜了 那這個互動 即是我們的所有行動都互動 我想大家在這一陣子反思一下 想一下 怎樣互動 你現在有個困難 有個困難 那些人很煩 那我就倚靠神 神又怎樣 神又會幫我 神又歡喜我倚靠祂 當我一倚靠祂 親近祂 神又歡喜 神又加力給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隨時得力了 如果你祈禱未能夠通完 總之學一件事就是互動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了 很簡單 一起跟我講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 我一處理生命神就喜歡 我一愛神神就喜歡 我一靠神有喜樂神就喜歡 那是否容易 即是互動的之際 總之我做任何事神都喜歡 那這個就是信心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珍恨神神就珍恨我們 我們祈求 祂就英文我們 我們扣門 祂就跟我們開門 就是神一定會回應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是 即是時時都得力處理到的 那有什麼動力呢 其實這幾個動力 我們希望經常記得 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我 珍惜自己 犯罪必破壞 遵從之復復 就是這麼簡單 四件事記不記得 神很愛我 生命很寶貴 所以我珍惜自己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自己 錢可以生外物 可以沒有了 我們所有的財富可以沒有了 但我們自己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所以珍惜自己 而犯罪不聽話一定會破壞 遵從神一定蒙福 那是否自然就是遵從神 走完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的路就越來越好 好了 怎麼侍奉神呢 就很簡單而已 不是很難很難的 歡迎人 有愛心 關心人 傳福音 建立靈靈 建立教會 有什麼做得到的 我們為神而做 我們今天在神面前反思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開始結果子 即是 《路加風》十三章我所說的 是不是要應驗在我們身上呢 不需要的 我們就把藉口放下 所有藉口放下 我們就說 神呀我開始去做 第一個我想大家分辨 就是這個平衡恩典和律法 因為今天的信息可以很害怕 死了死了我沒有結果子 死了 神隨時擊殺我了 神呀我隨時不行了 這就是律法之下 有些人經常都這樣說 怕死了死了 現在隨時那個樹要斬了 我快要斬 我做不到 有些人說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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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單體律法 但如果你看到恩典 總之我拿著神 神就幫我了 跟我一起講 我悔改 神就歡喜了 我拿著神 神就幫我了 我倚靠神 神就給我力量了 我倚靠神 神就給我力量了 我倚靠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賞賜 有些人心 神經常有恩典 都準備了給我們 他的恩典 在天上已經計劃了 當我們一拿著他 倚靠他的 他就把恩典 倚靠到下來 所以親近神是不難的 並且我們不要活在律法之下 但是律法是一個提醒 今天這個信息本來是律法為主 但你發現我裡面有很多恩典 我在這裡講的時候講了很多恩典 這個信息可以完全是律法的 整群人都不結果指 隨時斬了 你們還不快結果指 你快點報名了 快點參加什麼事奉 如果你不報名 下個月可能斬了 沒有了 這是純律法的教導 但是我就說 其實神推動我們去示奉 大家都有這個動力 只要我們回應神 神就歡喜到笑到不得了 在天上開心到不得了 而示奉是最簡單的開始 就算你歡喜 開心握手 歡迎人 關心人 神已經很歡喜了 我們這樣想的神 是不是簡單很多 又輕鬆很多 求主幫助我們今天反思一下 我們的果子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的 是沉睡的生命 軟弱的生命 沒有果子的生命 煩惱的生命 還是開始被神改變 如果你是煩惱的生命 你就說 神呀 只要我們放下百分之一的煩惱 起碼 神呀 不要再想那麼多了 想多點神 讚美耶穌 在家裡經常播詩歌 讚美耶穌 如果你做不到 你自己討過不夠通 你就播詩歌 一直播詩歌 讚美神 哈利路呀 有些開心 你就立即欣賞自己 我有進步了 有開心了 這樣的時候是否容易很多呢 求主耶穌今天幫助我們 真是喚醒我們的靈 喚醒我們的靈 幫助我們 在今天就是神呀 我願意悔改 我願意放下這個救我 放下這個不結果子的生命 我今天開始去結果子 有哪一個你願意 神呀 我願意開始 由最簡單做起 我願意放下我的煩惱 我願意靠著耶穌開始去祝福人 神就歡喜了 有哪一個願意的 你就向神去 說出你的心願 逼你站起來 神呀 我願意這樣做 你願意怎樣做 你就站起來 神呀 我願意放下這些什麼 我願意放下這些東西的緊鎖 我願意開始去更多的服侍 我願意開始去祝福人 你願意的 你就向神站起來 向神去講 又站起來 神呀 我願意給你使用 我願意踏出來 我願意將生命獻上 求主私恩祝福我 求主敬意 加力給我 你又一路深信 神會加力給我 神就歡喜了 神歡喜我真的願意 神歡喜我願意 我們一起自己去宣告 試試自己去宣告 神歡喜我願意的 神歡喜我願意去親近祂 神歡喜我願意放下節眸 神歡喜我悔慨 神歡喜我有悔慨的心 願意服侍的心 就算人對我不好 我善待祂 這是好的服侍來的 神就歡喜了 有些對我們不好的同事 他們不好 但我依然盡量跟祂招呼 盡量跟祂說早晨 盡量說一些鼓勵的話 欣賞的話 甚至買一些小禮物送給祂 表示我們對祂關心 這些都是榮耀神的 做在不信人身上 但你榮耀神 我們都是榮耀 就是你買小禮物給祂 都是神喜悅的 我們就開始這樣做 已經是結果指的 因為耶穌的緣故而結果指的 已經是神喜悅的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天婦 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我們一悔 神就歡喜 我們為主做什麼 神就歡喜 我們願意放下這些壞習慣 神就歡喜 我們願意放下這些煩惱 神就歡喜 任何我們為主做的 神都歡喜 我們很容易能夠放下這些困難 就算我們放下百分之一 神都歡喜 我們能夠開始百分之一 事奉神 神都歡喜 求主更新我們 求我們願意 靠著耶穌得性有餘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 大家仍然在祈祷的狀態 黑門眼 有誰有什麼地方願意 你說 我有什麼煩惱 我願意放手 公開說出來其實是好的 為什麼呢 這個公開的宣告 是叫我們更加容易得性 有誰我願意放手 有我願意開始有什麼服事 你說出來是給你力量 並且你真是 耶穌 你說 糟了 我講完一做不到怎麼辦 你就做百分之一都可以 實在是我開始做 這件事我開始 百分之一都開始做 接著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一直做下去 有誰願意的你就說出來 我希望大家 說出來有時鼓勵你真的走出來 judge匆電視 珍貧 latent simply 只是 告訴府 佬 是 新